請問你單身幾年了? 不好說別問了 我不想跟你們講 歡迎光臨人生這場上去 然後同一件衣服 因為我們要趕進 就這裡錄了兩集 兩集喔 真的是馬拉松式的錄影 不然可能都說我們都不拍片 然後退粉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今天又要來分享一個很貼身的事情 就是長期單身女子的心態轉變 就是從單身一年到三年到五年 心態轉變 第一年的時候都會是這樣 就是剛分手大家還是覺得情傷 但又好想要談戀愛對愛情抱持著憧憬的那種心情 第二年的時候 多數的時候還是有啦 所以你就會開始去認識一些人啊 一些新朋友 不管你是說你要去一些社交場合啊 或是下載那個APP啊 或者是去上課 然後想盡辦法認識人 因為認識人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發現自己要的是什麼 不要的是什麼 開始認識到自己 越來越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就像以前小時候只會覺得想要找帥的 就是喜歡的 但你可能長越大又會覺得說 我要找有才華的 我要能夠跟這個人好好的相處下去了 然後第三年你就會開始 微耍廢 你翻生了第二年 你本要給你男朋友的時間 被工作還有其他的事情給填滿了 對 殊不知一下 就是太認真 真的就直接在工作 啊哈哈哈哈 好慘喔 然後最後就會越來越就是 就是佛系 就會開始懶得去 社交 隨便啦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真的你時間到了 你男朋友就會來了 對 之後變成是有就好 我們有整理了幾個 就是心態上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叫做 勸離不勸和 一些朋友啊 然後他們就會瘋狂的抱怨 我男朋友怎麼對我這樣 我男朋友不太關心他 他為了他媽 然後就這樣就不跟我出門 男朋友不貼心 跟交往前然後有點落差 他居然不想跟我結婚耶 床上技巧不好啊 經理的OS就想說 不然分手好啦 我們就是很擔心 你真的就是 會比較以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思考 我們脫離戀愛這件事太久 所以我們不懂 就是 就是那種 就是小情侶小鬥嘴 小冷戰的時候的心情了 所以我們一覺得 只要吵架跟冷戰 跟說對方壞話 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不分手 好悲觀喔 好叛逆喔 我們 好極端喔 但其實他們就只是個小鬥嘴而已 但我們就會覺得說 他都讓你不開心了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 但是也只是一件小事 然後最後還跟他說你要愛自己 愛自己才是最重要 對 因為我們角色立場放錯 因為我們是自己一個人 他是兩個人 不行 所以呢不要找單身人 討論戀愛的問題 那他們應該找那種 就是一兩年 或者是正在談戀愛 對正在談戀愛 他還是在那個狀態內的人 我們不懂 我忘記了 好第二個 就是 覺得很多事情都很麻煩 遇到那種男生然後 他是會比較在意你 希望你可以 多關注他 多關懷他 賴這種即時通 就是一個非常該死的東西 但他們就會很在意你 有沒有即時性的回他們 到底有沒有秒回這麼重要嗎 有沒有秒回我才代表我在意你嗎 好麻煩喔 我過三十分鐘回你 我也是在意你嗎 這個很麻煩 工作非常忙 我們沒有辦法即時五分鐘三分鐘 十秒內回你訊息 不是因為我們不在意你 而是因為我們工作很忙 對非常非常忙 而且你沒有工作嗎 你沒有在上班嗎 他自己好兇喔 因為很生氣啊 半個小時而已 是又不是隔天 隔天我才覺得沒禮貌 半個小時而已 第三個就是時間不夠用 可能就是我們兩個特殊狀況吧 就是我們的skate 我們一到五就是工作 滿滿的 然後平日的晚上可能會約一下 我基本上不太約平日 因為我都在加班 可能都是我會去他的公司 找他喝個飲料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約我 就是約到平常日的晚上 他們都覺得奇蹟出現 然後六日 要嘛就是跟姊妹 然後我還要保有一點自己的私人空間 就是耍廢或是六狗 你看就是一到七天 然後就 男朋友的時間在哪裡 我看不到 然後接下來就是很多人會跟我們說 你們單身這麼久是不是很挑 你覺得是很挑嗎 我為了我未來的幸福 我能不挑嗎 對我覺得也是 不太喜歡將就 對因為很多人他們都會說 欸你可以試試看 這男生好像不錯 是不喜歡啊 所以其實不是挑不挑的問題 而是few不few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太挑 而是不想將就 對 因為你看你如果將就了之後 你們又分手了 這樣子這段時間是不是浪費 也不會 說浪費也是啦 一定也是有學習到什麼東西 對一定有學習什麼東西 但是我比較害怕的是說 我將就了之後又不好分手 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分手 萬一你覺得這個個性真的不會 嗯 但他又沒有爆發出一個什麼點 讓你覺得馬上就要跟他分手 你會覺得啊 委屈 所以不如就是把時間拉長了慢慢看 對啊 會希望大家 會比較希望說我們可以朋友 稍微坐久一點然後再來在一起這樣子 嗯 就不要快速交往的 不要快速交往的 就不考慮那種一見鍾情 或是那種啊馬上來電的這種 太難了 因為我們兩個都土象星座 如果他能夠在他那個 他跟我見面的時候 就展示一下他的 熊夢的 呃我可能就會一見鍾情 不行太壞了不行 對沒有沒有 一定消音 消音消音 就是很多人會說 我覺得我們單身很久的女生是工作狂 我覺得工作狂這件事情不是單身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你個人奴性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太奴了 他是一個奴性很經常 他跟我剛剛拍片都還在工作 而且我們剛剛是卡了很多段落 我然後一休息我就說 讓我回個訊息五分鐘 哈哈哈哈 讓我寫一下東西 讓我key一下東西 對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狂 我是覺得 因為我想要把時間拿去做更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 談了跟這件事情好像還好 但是那個開心程度沒有像 我自己做我喜歡的事情 像在拍影片這麼開心的話 那我就覺得 欸那就是 晚一點嘛 所以就先把自己喜歡的優先的事情 排在前面 應該是說 工作這件事情他不會背叛你 但是愛情會背叛你 對 因為 唉唷 對耶你知道嗎 我爸應該跟我講 你知道我爸就跟我說 就是叫我們女生 就是不要太隨便挑 然後他說 你就認真工作 然後等到你就是 累積到一定的能力啊 或是你看得夠遠的時候 你能夠挑選的男生又更多 沒錯 所以那我們這樣子的心態 應該一輩子交不到男朋友 哈哈哈 但是 單身也是有很多壞處的啊 冬天很冷 冬天很 冬天很 冬天的時候特別想要交男朋友 因為就會想要抱抱 欸到夏天現在這個現場 我說的訊息我都很難得回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夏天很熱 對 然後要堅守就會流汗 對然後就覺得好熱 我也不想要出去約會 然後又很臭 冬天的時候又有各種的節慶 聖誕節啊 然後那個情人節 元旦跨年啊 有沒有這種 然後出租男友冬天限定 我覺得好像不錯喔 對啊 真男友冬天 很高 而且希望他可以高高啊 穿毛衣 對啊 從11月到隔年2月這樣 欸都過完白色情人節這樣 還是我們來做一個資源共享服 把身邊的男生都這樣出租一下 出租男友嗎 我們現在 我覺得我們身旁的男生好像都已經非單身了耶 只有我們兩個裸在這邊耶 好慘喔 為什麼會這樣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 只能找好友出去玩 我沒有男友吧 所以我們也只能找好友 沒錯就是只能找彼此 對 像我們 像我們的那種 我們的交友圈就是 我們是走小而精實的交友圈生活 不是朋友很多 朋友不多 但是要的是真心 對 就是真心 我們在曬友情耶 好朋友 愛心 哈哈哈 眼相是把對方當成 男友的那種感覺嗎 就是 他就是關心你啊 下班沒啊 對像我就問他 下班的沒你 示範出來 對 我在你公司樓下 這樣 重點是你已讀姊妹 姊妹不會罵你 哈哈哈 對 好到通常就是 你就算已讀不回也不會怎樣 或者是不讀也沒差 還有就是一起出去 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就算彼此自己花著自己的手機 也不尷尬 對啊 就算科技冷漠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咖啡廳裡面 沉默兩個小時都沒關係 然後還要說 欸這好好笑 對 互動就是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啊 好友可以在一起一輩子嗎 男友隨時都會跑 好 要獨立 因為我們身邊只有我們自己 因為像女生通常就是天生力氣比較小 所以要搬奧奧巴的時候 就要自己搬 撐傘 要自己撐 他確定要自己逛 對 然後自己再搬那學家去搬回家 好可憐喔 但我就有個朋友 他就是也是獨單身一陣子 然後就是跟男生出去 然後男生突然對他太好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不習慣 超不習慣的 對 而且男生要請你吃飯 你都會想說欸不AA制嗎 就可以幾乎勾大直這樣子 對啊 就是OK很OK這樣子 對 這樣好像真的太獨立了 一點都不得人疼 但獨立有什麼不好 你就不用太管他 你繞得你輕鬆啊 不用太依賴人啊 對啊 也是很堅強 事實上我們撒嬌起來也是挺可愛的啦 那你撒一下 不要啦 可是我是男生你跟我撒嬌一下 我要買東西給你 寶貝我想要吃飯飯 餓餓餓餓 寶貝帶我出國去 我給你包包 晚上幫你打針 好餓喔 說撒嬌也是會啊 晚上幫你打針針 吃飯針 我覺得單身的女生很愛粉絲 欸對 為什麼 尤其是他 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他面臨的感情的問題 那你要思考看看啊 你要為 你是要為了你自己 還是你要考慮到你的未來是怎樣 你們工作上要怎麼去切割 你們生活上要怎麼去切割 你們的什麼什麼 哇啪啪啪講了一堆欸 各種分析 真的嗎我有講過 有啊 聽到原來我平常是個這麼理性分析的意思 對啊 因為你只考慮到你 你是以一個女性自我本身的出發點去看待這件事情 而不是兩個人的出發點去看待這件事情 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要喜歡單身這件事情啊 不要覺得單身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很多人會覺得單身就很丟臉 才不會欸 單身又怎樣 我就是交不到男朋友 我需要男朋友嘛 單身也可以過好自己的生活 然後你可以透過單身的世界看得更多 然後更了解自己 對 把自己變成更好的人 當你 當你也到一個好的地方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到更好的人 也會遇到一個就是 跟你一樣一直在等待你的那個人 沒錯 然後你們都到達一個水平 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的時候 你們一定 一拍即合 永續愛合 長長久久 就會這樣子啦 就會這樣子 不能播嗎 這不能播吧 好 總之以上呢就是 分享一下我們就是單身一陣子的 優缺點 對 如果喜歡我們一向的分享的話呢 那就一樣 要 按讚 按讚 分享 加 訂閱 首次比錯了沒關係 我們是 粉絲在旁邊 我是瑞瑞 我是琪琪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喔 我喜歡單身 但也好想叫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來吧 好